現在趕回來 就要跟森林直播 因為群情洶湧 很多人都想跟森林聊聊天 現在趕快拍一輯節目 立即打給森林 事不宜遲馬上打給森林 你好 森林哥 喂 挖不挖你 群情洶湧 老闆很嚴重 當然不是 我告訴你 一遇風雲轉化龍 搞如起時辭中脈 可以的人永遠都是可以的 森林哥 我早就看好你 我不是馬牛炮 我從第一天認識你 已經覺得你是可以的 森林哥 是很可以的 我是瘋瘋瘋瘋瘋瘋 我在日本滯後 因為我現在在大阪 因為剛才我看 沒辦法看中年好聲音3 沒得看現場 但有很多網友 就瘋瘋瘋 發出你的影片給我看 我看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人 開心了很多 無端的連我自己 對呀 我今晚不知很開心 好像當我馬一樣 落彩當馬 我也好像有 有一點初一的心情 哈哈哈哈 我想問問你 你剛才的演出 真的很精彩 有沒有一些心得 跟大家說 不覺不失 不覺不失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說 你不像65歲 還有很多在不同的介紹留言 都起了你底 是啊 那不是很多 很多介紹都沿用你的原著 哈哈哈哈 讓我介紹你一次 第十一屆TVB藝員訓練班 同期有梁朝偉 周星馳 波比 嘩 不斷介紹 跟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如果你入訓練班 星仔又有拍檔 我告訴你 你的舊同學 星仔 他可能找你出生拍戲 因為為什麼呢 你這些新元素 我覺得他有機會找你拍戲 鑫林 不是啊 有這樣的 這隻角 哈哈 有啊 很強烈 不過我挺佩服這個人 這個人很有趣 他想法的方式 很特別的 我們認識他 還有呢 有個秘密可以告訴你 他跟梁朝偉很相似 舉手投足 那時候呢 我們是 我是讀日班 啊 那星仔呢 讀夜班 夜班的同學呢 就成熟一些 還有呢 他們因為 有上班的 其實好像讀夜校 那樣的 就是 辛苦些 黑苦些 那我就認識阿偉仔 在日班 那我 有一次呢 我們不知道 好像天才表演 還是怎樣 然後就日夜班 就會又碰面 第一次碰面 我問 為何這麼有趣 這兩個人 這麼像的 但是 在氣質上面 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 談吐方面呢 是 一模一樣的 你覺得呢 那個時空 那個交 那個時空交錯感 給你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但是他們兩個好像 又好像默露 就是默露相逢的 完全不懂 這樣 好笑的 真的有時候 喂 我自己覺得呢 TVB 第十一屆 藝員訓練班 是史上呢 最強陣容 紅了 最多明星 想不到你現在 吃個美魂 哈哈 是TVB 第十一屆 藝員訓練班 森林 在2025年 將會紅足成年 我呢 森林哥 大家老友 我就有一個不情之請 那我呢 現在在大阪呢 本來呢 我有幾棟樓入伙 還有一個超跑餐廳 入伙就是明年搞的 那我呢 就打算 掉了心水 重錘出擊 給親生兒子 就重金禮聘 就找日本天王巨星 梁朝偉 那個FAN 是誰呢 就是木村託菜 那木村託菜呢 當然是貴啦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 我的品牌 需要這些人來襯托 但是呢 我們做生意 你也知道 跟紅頂白 適時務者為信傑 我覺得這期呢 特別是這個禮拜 你一定比木村託菜 哈哈哈哈 喂 我現在立刻改變主意 我又改木村託菜 我現在立刻 這間Supercarcafe 我現在在這裡 在一間Supercarcafe 那我 你這幾天都 很努力 部署你那個 大阪的所有項目 喂 我希望你呢 12月4日那團呢 就過來 12月5日呢 就展彩 我的Supercarcafe 就正式開幕 就 B&B Back and Breakfast 真的有早餐吃了 喂 找你做展彩 那些嘉賓頂了木村託菜的位置 OK的嘛 不失禮 當然是怎樣 大哥 哇 真的軟有榮言 這個是我最 最開心的 喜順 哈哈哈哈 好過拿五顆星的 大哥 多謝你 因為這項目 我省不少 那你那個B&B 是五顆星B&B來的 不是 因為你來了 頂了木村託菜的位置 我荷包省了很多 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喂 阿木村託菜不懂唱歌 你懂 到時 沒錯 他不懂唱日本話話 我懂 喂 不要啦 不如我今晚不睡覺 作一首歌 你幫我唱 就 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那首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改成中文 你呀 楊光 你就是太陽出來了 大哥 即是 鄭少秋那首都可以 好似太陽 這麼蚊蜜 太陽出來了 哈哈哈哈 喂 可以 鄭少秋那首都可以 是嗎 那隻可以 那隻當然可以 那隻太陽出來了 光陽氣是最盛 上去 有沒有侵權 養音丸 那隻歌 要查一下 因為那隻應該是舊音樂 不是 養音丸都是用他的音樂 不是原創音樂 嗯 好了 講回你剛剛出賽的中年好聲音三 認真的 我想問問你 喂 我覺得你有機會 獨闖龍潭 有沒有機會 就是 我們做生意的 TVB 會不會捧個65歲 做冠軍呢 從商業角度來說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這個世界 什麼都有可能 有沒有信心 嗯 不敢說 我們都是 不信宿命的人 來的 如果不是 為什麼我們要掙扎 為什麼我們要向上 對不對 人生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每次都是 扭暗花明又一串 我們永遠都有這個正能量 在他心裏面 有一個將這個什麼 意念化做這個力量 哈哈 有個大哲人呢 他有這樣的說話 值得大家一串 意念化為目標 行動創造成果 喂 這對我口頭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將著 他將著 看見博士的那些 畢業圖 說 不是說笑 這個人 開中立派 哈哈 哈哈 喂 阿森林哥 我在這裡 大家開心的時候 都有點危機感 我剛才 看到Facebook 你又去了這個 Save Hong Kong 是 你也知道 Save Hong Kong 夠厲害了 上次 舉到 哪個很嚴重 是吧 是 但是呢 現在他一上 喂 那些黃人 兄弟 不是啊 他們不是第一次 起我底的 但是你出來 他們現在馬上 你知道 我不知道 電視台你也知道 很黑暗 一有政治 就差一點 哦 那這些 我們出來 走得正 站得正 我們怕什麼 你不怕 我們也不怕 我怕你被人淘汰 我不是怕 哈哈哈 你一有政治 你很害怕 你沒有政治 沒有事 對嗎 一有政治 就很嚴重 是啊 你這個擔心 都是 有原因的 因為你 見盡這個 勢態 不用啊 我經常都萬箭專心 現在我過了些箭給你 現在兄弟 我過了些箭給你 哈哈哈 我多謝你 你分擔了我的箭 不是啊 我們 哈哈哈 我們沒有所謂的 我們就把箭射上村民戰 用來召集兵馬 哈哈哈 沒有所謂的 有箭就有靈 對不對 喂 我 赤區隨遇 隨遇而安 這是這樣的想法 我想這樣 不如接下來 這幾天 看看 我幫你做一場 心臨五星唱迷會 上次很開心 八十幾九十歲 老婆都被你弄得 整個迷人 被你弄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如這樣 擇一不如撞一 我幫你做主意 在這個十一月二十六號 在這個 十三樓 王府 照版煮碗 六舊水一位 那我就灌名贊助 譬如有一些部分的 費用我可以贊助一下 因為我 我開心就可以了 還有大家 六舊水是包食 包食 包聽歌 還有就是 可以拿一舊水出來 跟你合唱 其中有五十元捐出來 抽獎 是給台獎的 是嗎 照這樣玩法 好啊好啊 因為都應該借這個機會 感謝我們這群支持者 真的很愛惜我們 你想想我們 半夜三更 突然之間情緒到 又談一談心事 又全部都圍在一起 好像圍勞夜夜話 觸失長談 這是很好的情意 要感激他們 那這樣吧 我們就 不如現在馬上報名 WhatsApp 去6998 6777 群情洶湧 回復時間 在我香港的助手 需要些時間 那芯林哥 這次唱迷會 你覺得 有些什麼 要一些網友 例如想來唱歌 要準備一下 有沒有一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 或者溫馨提示一下 其實呢 上次都很好啊 因為真是值得讚的 我們那班朋友仔 個個質素真是很高 沒有說你欠我 就是欠咪呀 欠什麼 沒有的 個個都很君子 很君真 也都相當有序 還有你知道我們有幾個義工 都很幫得手 安排得很妥貼 我覺得其實都是沿著大家 就是 互相愛護 互相尊重的精神 那樣就 其實這件事就搞得很好的了 那好吧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多些機會 在舞台那裡 享受那種歡樂 也都將這個能量去傳遞給其他人 這是我們的心願 那就這樣鐵定吧 11月26日 晚上6點至10點 就是九龍尖沙咀 十三樓王府 那森林就會全程獻唱 那森林 我有一件事 不知道你贊不贊成 你講 朋友是否用來利用 其實又不可以說利用 不是 我現在就想利用一下你 我現在想利用一下你 因為你這期當熊炸子雞 你也知道我江熊頂白 我是世界仔 老虎 現在我 當然不是 我不讓你放開我 我現在重金禮聘 叫你來做義工 12月1日 上午11點3 那我就會在華記正能量廣東道332號那裡派飯 因為2024年最後的水 然後我去到2025年1月1日才要再派 但是12月1日 這件事就要找你一齊下來派 因為你唱歌開心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那天有一次跟你交談的時候 那個靜幕不切房 我會 無明示 明義捐少少錢 贊助一下 不行的 我不收錢的 因為 當然不行 你猜我是那些旺友課金嗎 不收得錢的 我只能夠收華記Patreon會員 但是華記Patreon會員已經投資了六位數字 去了建議勇為基金 哈哈哈哈哈哈 喂 你除了搞生意之外 你的慈善事業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在你肩上的負擔 不會 我們施比仇更有福 很開心的 你10月1日 你是10點半下來幫忙包飯盒 那我有很多義工 沒有問題 那到時候有很多旅友記就會下來 那你有一個任務要交給你的 就是有位有心人 就買了250罐那些很漂亮的鮑魚 那你是負責 你是負責派鮑魚 那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好啊 我很喜歡吃鮑魚 都如此的 因為沒得吃 喂 你拿一把假槍來護送鮑魚 會怕人老粒 現在香港市道沒有 這樣 那我會帶 我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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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漂亮的音樂箱 小六寶 我拿下來給你 你拿來唱歌 對 一邊派飯一邊唱歌 過癮 我拿下來給你 是的 還有你知道你好像說什麼 因為整天剪片的眼睛老花又輪盡 我幫你安排了一些好東西 多謝你 大家要互相照顧 還有 朋友是要盡量利用的 我想邀請你12月5日 來幫我剪載 這個 沒有所謂 一支穿雲箭 千鈞萬馬來相見 你給我插幾刀 沒有怕的 我們能量夠 我記得當年 我和你搞吹雞打到你尋 就瘋魔了一群警嫂 是的 也可以叫他們來玩 其實 大家都好像沒有相聚那麼久 去26日 26日去什麼 去 大家一齊來聚 我們可以在當日的派對 我們又回顧一下 我們以往的歌曲 好像香港警察 吹雞打到他尋 或者那個什麼 沒有了靈魂 我們還是把那時候的感受出來 大家抵禮前行 好啊 好啊 森林哥為了支持你 我剛剛和高智深買了100張380元的票 成為3萬8 現在我一聽到你這樣說 那些警數來 直接買一送一 就在這個11月26日 他們來聽歌的時候 我們派了票 那你就三舊白水 就兩張 那就是在12月的22日 就在這個西九 戲曲中心 就是M加報物館隔離那裡 下午5點半 就說高智深就會過來 他是做這個粵劇的監製的 所以到時高智深都會在 嗯 好啊 這個非物質遺產值得推崇的 我自己都叫做是任白一物 那我也有責任 為什麼你是任白一物呢 因為我師承朱劍丹老師 哦 即是你連粵曲都認識嗎 不是吧 我認識 我認識 還有我也是 林派藝術的成全人 喂 我跟你說一下 我很害怕 你不是入文也行 舞也行 唱歌也行 心理學也行 大戲也行 功夫也行 什麼都行 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 你很行的 但是你還未發現自己的錯話 不是 不知道啊 其實你是千古未有一個人 這麼像武寵的 哈哈哈哈 我會寫一個劇本 想你幫我做武寵 沒有啦 為這個幾千年來被 被抑壓的女性 去申冤 不要啦 雪橫 他戴頂歪帽 弄一粒計 在這裡 我們很難出去撈東西 你看 你如果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一出 你現在可以立即做一個 你不是很喜歡講講講 做一個 research 的 你問一下 如果你做武寵 你說那些人贊成 還是不贊成 贊成的就是一 不贊成的就是二 不贊成的就是三 我不如這樣啦 我不如動以這樣啦 如果周星馳 他找你做客串 我不介意去做你老林 哈哈哈哈 如果周星馳 找你客串 我就過來幫你做老林 好不好 你這些大將之風 怎麼做老林 你這麼多經歷 我隨時開口中 我覺得 如果我是周星馳 喂 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史上最強的就是 TVB第十一屆 藝員訓練班 是出的最多 超級明星 Superstar 荷里活巨星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即是你這些巨星呢 就在TVB 第十一屆藝員訓練班 現在我華記 寶物尋歸底 被我找了一個深藍藝 出來海底流月 嘩 周星馳看到 這水野 我周星馳 怎麼會不跟紅頂白啊 我告訴你 如果我是周星馳 我一定會找你客串 不是開玩笑 英雄所見樂團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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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到他的事 所以我看他的戲 特別投入 還有好笑 例如在班房那裡 擲粉餐 嘩 我們那時候也玩不少 大哥 跟著一群灰地去 是啊 我覺得 甚麼都有可能 這樣吧 新林哥 你現在很忙 因為接下來 由今晚開始 我想你那些旗 我被人罷了 因為很多人會 因為你剛剛 我知道你今天 去了東華三苑那裡 異唱 是嗎 是啊 在華富邨 明天 明天哪個找你 知不知道 明天博愛 後天就是仁濟 我現在 你先記錄幾天旗 二十六號 是我的 十二一號 是我的 十二四號至八號 是我的 其他那些旗 你就交給別人 下了 那 如果你TVB那裡 沒有經理人 我遲些簽了你 我做你經理人 不過現在你TVB那裡 有約 我不知道甚麼環境 所以我先收回這句話 是 好嗎 不是 我這次也是慶幸有理 因為你在後面也給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當然不是 行得順很多 是啊 真的 我以前也試過這種環境 不是 你本身個人 行得 沒有關係 你自己唱歌 懂得搞氣氛 這些是上天賦予你的條件 我已經拔你三尾 森林哥 這樣了 鐵定了二十六號 就整個森林五星唱迷會 那 有沒有上限 幾多圍 我想這次 從十三樓爆到十二樓 哈哈哈哈 不是搞爆破了 搞這個 搞這個爆炸 對呀 我們什麼 那邊 老友 錦榮 也很支持我們 那 幾多 幾多 我們就得到 我想 六十圍 最舒服 好啊 好啊 大家網友聽著 阿森林呢 這個是潛質股來的 遲些紅磡體育館賣 一千二百八 你都買不到票 現在六塊水 還有得吃 還有 還有夜景看 大哥 高級東西來的 遲些沒有六塊的了 我想 這個指價不在了 森林哥 喂 這件事我貼了錢 幫你賣廣告 喂 我特地坐飛機回來 這整間店 大佬 是啊 喂 大哥 你知道你的戒口多貴 怎麼請一個這樣的司儀 你留意到 昨天 Tyson和Jack打的司儀 哇 你真是有個之而無不扣 喂 如果我去做 你是極品人才 我當然是找陳文義去做 陳文義我老友 阿拳王 陳文義 匹力火 匹力火 我知道 我有聽聽 你昨天的訪問 有 他都在日本 他都在日本 是啊 他都在日本 我發覺呢 我現在打到電話的人 都在日本 其實你呢 對這個商業的觸覺 是很強的 就是你這個這樣的設計 在那邊做這個 B&B民宿呢 跟著就趁著他那個賭場的主題 真的 如果買了那些 真的 沒有什麼機會輸 真的 還有現在 加上美元強 那個日元這麼低 其實 哇 我看到那些價錢 都每 就是 都越來越吸引人 是吧 你知道做生意 本錢低 你就就是利潤高 對不對 喂 你講講講講 我本身呢 是呀 酒井法只是我的公司代言人 現在我發覺 我要炒了他 要找你做才行 哈哈哈哈 你會講廣東話 酒井法只是沒有客人 這個人 你應該有客人 我找酒井法只是做代言 做了很多年 他都現在是我 就是 簽了 一個約的 但是現在我發覺 他是沒有客人 不如這樣吧 我就把我 楊剛的品牌集團 不如李森林做我那裡 代言人好 是吧 是不是因為酒井和你 哈哈哈哈 沒事 沒有所謂 但是酒井和你 是不是有私交 當然不是 我一開始打算找 木村拓哉做代言人 那個女兒 木村拓哉的女兒 便宜一點 找她做代言人 不過現在不好了 我發覺森林 你起碼懂得 說廣東話 木村拓哉的女兒 不懂 這樣吧 我們改個新朵 讓你叫木村拓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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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是木 反正都是木 茶木 反正都是木 是的 是的 木是旺 木是建築 主要主力 好 這樣吧 不如這樣 時間關係 我知道你今天的比完賽很累 那麼 我們就在12月26日 跟網友參加森林的唱迷會 好,寬聚 4-8日你來大阪 5日做主禮嘉賓 跟我剪載這個Supercard Café 過來開心玩一下 4日來日本何利 是啊 還有是我們大阪的跑跑人的地標 你在那裡唱首日本娃娃上抖音 肯定紅到爆炸 好啦,森林哥 夜了 因為我們十二點,香港的十二點半 森林哥 明白 森林哥有沒有補充 森林哥有沒有補充 沒什麼特別 是啊,多謝 借這個機會再一次多謝 大家的支持 對我和華記的支持 多謝你們 好 多謝TVB給這個機會 可以給我在中三舞台 答謝這麼多滋音 喂,TVB要多謝得再多一點 多謝珍姐和駱小姐 多謝監製星哥 有些屎水家男主角的口吻 哈哈哈哈哈哈 多謝珍姐 那要等到19號台慶 才讓他們說 好啦 先讓我先說 好啦,多謝你,森林哥 今晚先聊這麼多 多謝華記 好,26日見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 拜拜 好啦,跟森林聊完就很開心 大家記得,11月26日 就是The One 唱迷會 6點至10點 WhatsApp報名 6998-6777 12月1號 森林派飯 負責派鮑魚 大家旅有寄來拿 記得就是 12月1號 另外,12月5號 然後呢 阿森林就會主任我們這個 Super Car Cafe 那大家如果在大阪就過來 或者有興趣你參加這個 12月4號至8號的看樓團 大家可以過來我們這個 Super Car Cafe 以及12月4號至8號 我們這個 超跑餐廳 我們這個公司 Camping Car B&B Super Car Cafe 以及我們哪裏都見到陽光 好,今天先玩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拜拜 好啦,我們不如在這裏 播一下森林今晚在中年好聲音3的 精彩表現 因為Youtube會侵權 所以我們只聽聲就算了 什麼是天才 什麼是天才 什麼是白癡 假裝猛還是蠢才 沒有急而會知 阿謀自知 天才與白癡 你癡還是我癡 天才與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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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看你很開心 因為你很 entertain到大家 剛才整個表演我都覺得很開心 而且你選擇的歌完全適合你唱 很過癮 總之整個表演就很過癮 你的確 65歲 中戲很夠 唱這首歌完全能送到那種能量 還有你就算在唱Rap的時候 你不是把一些字讀出來的 它是真的在我和你講話 大家好我是大阪的小男 那接下來我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 位於大阪市中心地段 日本橋的日本橋地王陽光大廈 就這邊了 那這邊我們將會建造一棟民宿的公寓 然後地點來講的話 是從這裡徒步 南波車站是8分鐘 南波車站坐車到關西機場是40分鐘 那接下來我們會在12月的4號到12月8號 會舉辦一個日本大阪的投資旅遊的觀光團 那我們會去看紅葉 也會來看我們的民宿的物件 投資的物件 那大家也知道現在大阪的民宿的投資和旅遊業 都是非常火爆的 那來參加我們這個旅行團 兩邊都可以體驗到 有興趣的話 微信聯絡我們 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師傅 我是Libi 我們來到這個很漂亮的環境 看看日落 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內涼 沒錯 如果大家想跟我們來這裡 去體驗這個紅葉 我們12月多少號? 4號 至8號我們會有一個大阪紅葉 對,體驗民宿 體驗民宿 再加這個紅葉的體驗傳 沒錯 那大家報名 記得下面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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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